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来看一下内容题 没有习近平更好 拜登赶赴G20 彻底的毁掉一带一路 习近平愚蠢的空椅子政策 正在失去西方的尊重 特鲁多怒怼北京 两国已经没有和解的余地 彭博社表示 印度军方正在计划参与台海战争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出发前往印度 准备出席 9月9号到10号举行的G20峰会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跟俄罗斯总统双双缺席的情况下 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 必须要致力于解决分歧 在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报道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 也就是9月7号的时候 启程前往印度参加G20峰会 希望利用中国跟俄罗斯的领导人 缺席的机会 增强美国在这个分裂集团当中的影响力 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在峰会前的记者会上表示 拜登致力于与新兴市场合作伙伴 共同实现重大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相信世界本周末 将在新德里看到的 苏利文表示 美国希望表明 在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集团 其中包括印度 但主要由中国跟俄罗斯支持 正在扩大之际 G20能够发挥作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缺席G20峰会 拜登在上个星期的时候表示 他对习近平的缺席感到失望 目前中印之间的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正在加剧 两国之间的边境争端有来已久 在莫斯科与西方国家 因为乌克兰问题关系紧张下 俄罗斯总统普京虽然曾经表示 会视讯参加 但是克里姆林宫在9月7号的时候表示 普京连视频会议都不会参加 习近平和普京的缺席 凸显了G20内部的分歧 并且可能阻碍拜登保持这个集团 作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地位的努力 苏利文在9月5号的时候曾经表示 中国可以选择扮演破坏者的角色 但是印度总理莫迪和其他的领导人 将鼓励他们以建设性的方式来参与 另外来自德星社的报道说 欧盟的官员报告表示 G20最后要发出公报很困难 主要是因为俄乌战争之下 俄罗斯的立场强硬 可能影响谈判的结果 此外气候活动人士希望 G20峰会上承诺逐步的淘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而德国观察组织的负责人巴尔斯则表示 不应该推迟或淡化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计划 也呼吁G20尽快的减少化石燃料的补贴 但是外界预计气候方案上各国也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 而来自法新社的分析表示 在中国领导人缺席的情况之下 拜登将试图表明 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 华盛顿是比北京或莫斯科更好的合作伙伴 而且G20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论坛 白宫的官员表示拜登将特别的强调 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对新兴国家的贷款额度增加约2000亿美元 作为北京一带一路的更加替代方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9月7号的时候 也宣布要在三个关键领域上更为密切的合作 包括气候变化债务和数码转型 他们呼吁G20这一次也要扩大这三个核心领域的合作 另外虽然美印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不一致 拜登也将加强与印度及其领导人莫迪的关系 以制衡中国 报道指出 拜登将在9月10号的时候 在G20峰会之后 直接的前往越南河内 与执政的越南共产党的总书记阮福仲进行会面 提升美国跟越南的关系 以应对中国在区域的扩张 在两国克服越战后的紧张关系之后 预计两个人将签署重大的升级协议 另外德信社的报道说 德国中国俄罗斯美国四国就扩大G20成员规模达成了一致 将纳入非洲联盟 为期两天的峰会当中 莫迪致力于加强全球南方在这个集团当中的影响力 根据参加会议的德国代表团表示 9月7号原则上达成了一项扩大G20成员规模的协议 没有人站出来说我们不想要 迄今为止 但是欧盟是G20成员当中唯一的区域组织 非盟由55个国家组成 包括国际公认的所有非洲国家 以及有争议的西撒哈拉国家 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该组织代表约14亿人的利益 相比之下 欧盟人口只有4.4亿 此外G20也需要理清 如何与亚洲国家为主的东盟 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这些区域组织打交道 习近平愚蠢空椅子政策 正在失去西方的尊重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德语媒体经济周刊的一篇评论 剖析了习近平缺席G20峰会的原因和后果 而德语媒体每日劲爆从中国新版的地图 将与俄罗斯的交界处的黑匣子岛 标为了中国领土 看中俄的无限友谊 报道表示 经济周刊认为习近平不出席G20峰会的原因 远远不只是与东道主印度的边界冲突 或者是与印度总理莫迪的关系紧张 文章写道 习近平缺席的主要原因是针对西方 而不是对印度发出的信号 他刚从南非回来在那里举行的金庄峰会上 习近平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 成员国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达成了一致 扩大了这个全球南方新兴经济体俱乐部 新的成员包括沙特伊朗等一些威权国家 在习近平看来 金砖国家将成为不再由西方制定规则的新的世界秩序的支柱 他不出席G20峰会 加强了这一信号 不过 经济周刊也认为 习近平这样做 可能犯了错误 并且会损害中国经济 文章说 中国还不像习近平以为的那么强大 由于空椅子政策 习近平的国家正在失去西方的尊重 而当今迫切需要的是更多 而不是更少的对话 另外 德语媒体每日劲爆的文章 就新版的中国地图 将一百多平方公里的黑匣子岛 标注为中国的领土 发表了文章写道 人们说真正的朋友患难的时候不离不弃 而北京现在却冷酷的利用莫斯科的处境 文章说 阿姆尔河上的这一争议的岛屿本来是中国的领土 直到1929年中苏战争期间才被莫斯科的军队占领 2004年俄罗斯最终承认将该岛的西部归还给中国 北京则放弃对该岛东部的所有权 但是北京的党领导层看似想抓住当前的机会 他们的算计很奏效 迄今为止克里姆林宫悄悄的接受了来自北京的羞辱 而且是不得不接受 因为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 俄罗斯变得非常的依赖北京 经济上中国企业正在填补西方企业大批撤离留下的真空 中国汽车奔驰在莫斯科的街道上 消费电子产品越来越多是中国制造 与此同时 中国正以折扣价获得空前数量的俄罗斯的石油 毫无疑问习近平正在让自己从对外歌颂的与莫斯科的无限友谊当中 获得丰厚的回报 文章的作者认为习近平会确保普京体系的稳定 因为普京政权的垮台对中国来说将是最糟糕的情况 毕竟两国有着超过4000公里长的国界 但是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 驻北京的亲俄罗斯政府的俄罗斯人士早已经表示不满 文章写道一位消息是说和中国之间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谊 中国只知道争权夺利 新版地图的领土主张绝非偶然的错误 而是强权政治的算计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 普京只能够忍气吞声 好再来看一下来自彭博社的信息表示 印度军方正在研判如何参与台海战争 读之声引述彭博社的消息表示 印度政府的官员透露印度正在研究中国如果对台动武 印度可以采取何种方式来应对 评估的选项包括了充当后勤补给枢纽 乃至军事介入的可能性 一位官员表示 虽然尚未确认递交这项研究的最后期限 但是印度的军方已经接到命令尽快的完成 评估的结果将为印度总理莫迪和其他政治领导人提供决策参考 印度的陆海空三军的前参谋长在8月初的时候出席了在台北举行的凯达格兰论坛2023印太安全对话 印度新进退役的三个军种的最高指挥官到台湾参加地区安全论坛上述首次 而印度的前海军参谋长卡勒姆比尔辛格在论坛当中发言表示 如果台湾海峡爆发了冲突 其影响肯定不仅限于台湾海峡 而且会在全球范围之内造成严重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后果 其严重程度将远远的超过乌克兰的冲突 辛格补充表示 对印度来说任何冲突都会产生严重的与地缘政治和经济安全有关的直接和次要的影响 有印度媒体报道表示 虽然印度向来对中国与台湾的议题采取谨慎的态度 但是辛德里现在正在考虑深入的研判冲突的可能性 而三名退休的将领受邀访问台湾 显示台湾正在寻求与印度建立二轨对话 即半官方半民间的交流 但参与者以私人的身份来出席 而根据印度时报在9月8号的报道表示 印度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 在美国悄悄地询问印度在台湾海峡爆发战争的时候 会做出什么反应之后 印度正在研究应对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可能措施 根据两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印度高级官员的话表示 大约在六周之前 印度最高军事指挥官国防参谋长阿尼尔乔汉上将委托 进行了一项研究 探讨美国及其盟国卷入任何涉及到该岛的战争造成的 更为广泛的影响 以及印度可以采取的应对的措施 他们说这一命令是美国在几个不同的论坛上 提出这一问题之后达成的 他们表示这项研究将评估各种战争的情况 并且在冲突爆发的时候 为印度提供选择的方案 官员们表示 一些印度军事指挥官认为 如果战争时间不长 强硬的声明可能足以作为应对的措施 但是如果冲突像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那样拖下去 最终这将是不够的 报道表示 印度为潜在的台湾战争所做的准备表明 一旦中美关系急剧的恶化 印度的多盟政策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在莫迪的领导之下 印度在国际关系当中开辟了自己的道路 在拒绝加入对俄罗斯的国际制裁的同时 与美国发展密切的关系 从而有效的规避了风险 然而印度与中国在有争议的喜马拉雅山边境地区 也出现了紧张的局势 导致两国关系恶化 这可能是习近平本周 没有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G20峰会的原因 近年以来印度加强了与美国的防务关系 并且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组成了四方安全对话 这个民主国家团队希望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印度时报引述了印度官员的话表示 印度军方将研究的这一方案是充当后勤中心 为盟军的战舰和飞机提供维修和保养的设施 并且为抵抗中国的军队提供食物燃料和医疗设备 他们补充表示一个更为极端的方案 是评估印度直接介入其北部边境的可能性 从而让中国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其中一名官员表示 虽然没有设定完成研究的最后期限 但是印度军方奉命尽快的完成研究 这位官员表示准备好的方案 将供莫迪和其他的政府领导人 在必要的时候就任何行动做出最后的决定 印度国防部以及外交部没有回复相应的置评请求 而美国国务院也没有回复相应的置评请求 印度时报的报道表示 印度和中国已经调动了数千名士兵大炮坦克和导弹 靠近这条长约3500公里的无标记边界 大致相当于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长度 外交谈判收效甚微 中国在上个月的时候公布了一张声称拥有阿鲁纳恰邦主权的新地图 被印度的外长苏杰生称为荒谬 报道表示五年前印度和美国签署了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 这是一项允许军舰和飞机加油补给 以及在需要的时候进入基地的基础性的协议 好再来看一下特鲁多怒怼北京 说两国已经没有和解的余地 来自彭博社的报道说 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在星期五也就是9月8号的时候在新加坡表示 他准备在中国当局涉嫌干预加拿大选举和民主制度的公开调查当中作证 他之前表示由于习近平的强硬的外交政策 目前没有与中国政治和解的余地 特鲁多也承认他在2015年上台的时候 曾经希望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但是在2018年加拿大根据美国的引读要求逮捕了华为的高管孟晚舟 导致中国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 并且对加拿大的一些食品出口实施了禁运 两国关系因此变得敌对 他还表示中国在过去几年当中做出的决定增加了两国交往的难度 不仅是加拿大其他的国家也是如此 另外特鲁多还表示很显然和许多人一样 我们经历了充满挑战的几年 两名加拿大人因为政治原因被任意的拘留 这给两国关系带来了真正的含义 他补充表示 但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 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中国的存在 特鲁多本周访问了雅加达 并且与印度尼西亚的总统佐科维多多进行了会面 他表示加拿大有望在未来12个月之内与印尼签署贸易协定 加拿大政府还计划在新加坡开设一个贸易门户 而扩大于一些亚洲经济体的贸易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是加拿大的印太战略的目标之一 目前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 另外报道表示加拿大政府已经正式启动对外国涉嫌干预该国内政的公开调查 并且在星期四的时候已经宣布魁北克上诉法院的一名法官将从9月18号开始担任调查委员会的主席 该委员会的主席将于2024年的12月份向加拿大联邦政府提交最终的报告 而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中国的解放军经常展现咄咄逼人甚至刻意挑衅的姿态 最新的一起发生在9月6号加拿大的军舰沃泰华号行经东海水域 一艘中国驱逐舰先是用雷射光照射之后紧逼 最近的时候双方的距离仅有一公里 日经亚洲的报道表示加拿大的皇家海军的两艘巡防舰沃泰华号还有温哥华号 以及补给舰阿斯特里克斯号在8月中旬的时候离开了加拿大的西岸之后 在8月28号抵达了日本海上自卫队横须鹤港的基地 而三艘军舰休息之后再度出发 与美国、日本、韩国、澳洲、新西兰等区域伙伴进行联合演习 计划当中包括在台湾海峡演习 但是根据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说 沃泰华号从日本的横须鹤港启程之后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至少三次遭遇到了中国军舰 报道指出其中一次发生在9月6号 一艘中国驱逐舰在东海水域紧紧的尾随加拿大的军舰 并且透过无线电反复的呼叫沃泰华号 最近的时候双方的距离仅一公里 在前一天沃泰华号两次遇到了中国军舰 其中一次解放军还使用了雷射光来照射 并且向沃泰华号的方向发射了一架无人机 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的国防问题专家裴力表示 中国试图在有争议的国际水域 实行对本国水域同样的控制 如果做不到 他们就骚扰那些经过的别国舰船 让他们在行使自己正当权力的时候不舒适 加拿大的军机去年6月份的时候 执行联合国监控北韩的任务的时候 也曾经遭遇了中国战机的反复挑衅 当时加拿大的军方人士表示 中国军机经常在距离加拿大军机 只有20到100英尺的地方飞行 如此贴近的飞行极度的危险 当时沃泰华曾批评中国飞行员表现不专业且不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